2月12日下午,大陆吊艳团吊艳星云法师仪式在佛光山祖庭江苏宜兴大爵寺举行 爆汉无法赴台,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国家宗教事务局原局长叶晓文赶到大爵寺吊艳星云法师 当天,叶晓文在宜兴大爵寺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感慨万千 今天,我是一大晴早啊,坐坐火车来参加调研 几个小时,车上看着窗外景色如画一幕幕闪过去 我就想到往事并不如烟啊 星云大师,我跟他交往的一幕幕也这么闪过去 坐在一起,两个有多少话要说,好像心在交流,我印象很深啊 星云法师原济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远爵长老写下了人间菩萨四个字 因曾在国家宗教局工作的关系 叶晓文与星云法师结识多年,两人交往甚多 很愿意积极地推动两岸佛教的交流嘛 因为两个本来是一家嘛 因为工作的原因,就结识了新云长老 苏州寒山寺做了两口访唐大宗,一口叫和平宗,一口叫和和宗 邱爽方上就提出来,把这个和平宗送给台湾 我当然支持啊,和平宗送到台湾的时候,西云大师开了一个三万人的大把会 西云大师当场就念了一首诗 西云大师,两岸陈彦如梦画,骨肉至今不往还 苏州城外寒山寺,和平终生到台湾 那我也念首诗来回应啊 一万潜水,月头天啊 两岸相抽,夜难眠啊 磨道佛光千里远 这就是西云大师的遗愿 得知星云法师原济后,叶小文撰文回忆两人交往点滴,身为悲痛 西云大师说,我们都是中国人 他经常说要称好心,说好话,做好事 他说两岸能够统一,这不光是台湾同胞的福报 也是全世界华侨的心愿啊 据悉,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法师2月5日在台湾远祭 应佛光山邀请大陆调宴团原计划赴台调宴 由于民进党当局阻挡,调宴团未能成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